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都林网络新闻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天气晴有时多云 温度12摄氏度至23摄氏度 东北风转北风二级 明天天气晴有时多云 温度11摄氏度至26摄氏度 新一轮的欧洲志愿者服务又开展了 该活动面向年龄为18岁至30岁的青年人 入选者会在国外从事一段时期的志愿者工作 为期两个月之一年 旅行和住宿费将由欧洲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支付 4月12号 星期二 9点45到12点30 在Open 011 Grostovenezia 11号 有关于此活动的说明会 想要报名参加此活动的必须参加此说明会 参加此会议需提前报名 请发送邮件到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 如有疑问 请拨打电话 0114424928咨询 4月13号到17号 在都陵市又迎来的新一届的Biennali Democrazia活动 该活动是面向青年人 大学生以及市民们的两年一届的大规模活动 其中包括课程 辩论会 论坛 研讨会 展览 表演等 另外也会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 有着不同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客人参与 每项活动都是免费参加的 关于日程表请查询屏幕下方的网址 从4月1号到29号 可在国际文化中心Corso d'Alando 160号 报名注册Chiles考试 此次考试定在6月9号 Chiles考试是西安纳大学的意大利语等级测试 所有需要语言等级证明的均可报名考试 报名方式 所需证件及费用等信息 请拨打电话011-4429-702咨询 都林市组织了Dulino da Chita Agomunida工程 从4月8号到16号的关注点 是改善青少年的生活方式 目的是让青年人更健康的生活 因此在此期间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 如表演 运动 界面会等 并且活动的地址覆盖所有分区 这些活动面向所有青少年开放 有兴趣参与者可在屏幕下方的网址 查询到具体的日程表 从今天开始我们介绍 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的具体战役情况 在加里波迪的号召下 大约有3200名阿尔卑斯猎人 自愿加入成为步兵 并且整合成为了皮埃蒙特军队 在1859年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 在1859年5月23号和24号 阿尔卑斯猎人志愿军队 在加里波地的带领下 重新修整了提切诺河上的浮桥 并且于夜晚度过提切诺河进入伦巴地 今天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